娱乐周到无需客套 大家好我是小鲤鱼 近日布什康老板娘曾心盈在社交软件上更新了一则动态 称自己遭遇了闺蜜的背叛 而且还配了几张自己手捧鲜花的美照 虽然她并没有直指背叛她的人是谁 做了什么背叛她的事 但之后这则动态还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评论区里有安慰她的 也有吐槽谩骂她的 刚开始曾心盈还并不是很在意 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但就在隔了三天之后 她却又再次发文 表示自己对遭遇背叛的事情已经看淡 甚至还回击了网友的谩骂 让对方要心存善念 而事实上对于这种背叛与争议 其实从她跟富士康老总郭台铭大上关系开始 应该早就习以为常了 而且说来争议归争议 她的上位史也还是相当的精彩 原先她只不过是林志玲身边一个非常普通的舞蹈老师 因为一次舞蹈教学 就顺利搭上了台湾首富郭台铭 之后她还轻松击败了强劲的情敌林志玲和刘嘉玲 实现弯道超车 成功晋升首富太太 后来六年连生三太的她 又稳坐豪门阔太之位 过上富裕生活 1974年出生的曾心盈 来自台湾一个小康家庭 据说他们家还是个书香门地 祖上还曾出过文秀才曾长如和武秀才曾长青 这对秀才兄弟 而到了她父母这一辈也都是当公务员的了 小日子过得还可以 另外她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 哥哥是某知名家电公司的副总 两个姐姐都在从事美容行业 家里唯独她一人专攻舞蹈领域 早早就出来混迹娱乐圈 当舞蹈老师兼职模特 并且不得不说她混得还是挺成功的 毕业没多久就成为了台湾著名编舞师 张胜峰的舞蹈老师群里的一名舞者 之后还给费翔 陶哲 蔡依林 孙燕姿等大咖办过舞 在许慧欣的大风吹MV里露过脸 上过金马奖颁奖舞台 跟周董 郭林夫妇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经常一起约着打篮球 甚至在当舞者期间 她还成为了林志玲公司的一名舞蹈肢体教师 负责教林志玲跳舞 也是因此曾馨莹才有机会搭上郭台铭这位富士康老总 那时候郭台铭已是弯弯出了名的风流浪子 但靠着发妻林书如两家的资助 事业搞得还是挺成功 不仅创立了富士康 还在2006年成为了台湾的新首富 但可惜的是 就在郭台铭成为新首富的第二天 发妻林书如就因病去世了 说起来郭台铭能够有今天的财雄世大 绝对有原配林书如一半的功劳 林书如出生富贵 是台北医学院医药系的高材生 还是同学们公认的校花 而彼时的郭台铭只是个专科毕业的穷小子 连学费都是自己办公办读赚来的 1971年 毕业后的郭台铭在药厂打工 结识了林书如 两人相知相恋 两人家境背景悬殊 恋情遭到了双方家庭的强烈反对 林家觉得这穷小子配不上自家千金 郭家也认为自家高攀不起 但年少的感情总是炙热的 他们不愿分开 就算违抗父母的意愿也要在一起 热恋的时候 郭台铭对林书如处处细心体贴 每天都会骑单车接送他回家 每当他们约会去看电影 郭台铭都会准备两条手巾 在剧情感人落泪时帮他擦眼泪 种种举动多让林书如泥足深陷 到了1975年 不顾家人反对下架郭台铭 或许是两人的感情路遭受了不少白眼 或许是想给妻子更好的生活条件 郭台铭有了想创业的想法 然而一直靠打鼓勉强糊口的郭台铭 根本没有积蓄 在一筹莫展之际 郭妈妈悄悄从民间的借贷组织中 借来了10万元 有了资金后 郭台铭和朋友开了一家塑料厂 这也是后来红海集团的前身 前期这个厂资规模特别小 几个创始人也没有经营的经验 连续几年都是亏损状态 当初合伙的朋友已纷纷撤股 眼看就要倒闭了 最困难的时候 郭台铭甚至有三个月 没给过林书如家用 家里没有奶粉钱 林书如只能给儿子 喝了几个月的米汤 看着郭台铭实在秤不下去 林书如找到自己母亲 借来70万给郭台铭维持资金周转 郭台铭也没辜负妻子的信任 公司很快扭亏为盈 他抓住电脑时代来临的契机 迅速扩张业务规模 低价占领市场 分公司开遍海内外 1988年 他又在深圳成立了富士康机密组建厂 引领了一代工厂浪潮 公司开始赚钱不再需要帮助 林书如放下心来 带着孩子去美国读书 就此与郭台铭分隔两地 当男人事业顺利 有了财富和社会地位后 身边总免不了出现一些阴阴厌厌 郭台铭也不例外 1988年 他结识了出住茅庐的陈崇美 当时林书如远居美国 陈崇美误以为他是单身贵族 两人交往同居长达五年 期间陈崇美三次怀孕 他每次都想要将孩子生下来 但都被郭台铭强硬地要求打掉 时间长了林书如自然发现不对劲 他回到台湾后 郭台铭便向陈崇美提出分手 不甘心的陈崇美 社局拍下了两人的大尺度录音和影像带 以此作妖协 索取巨额分手费 陈崇美提出五百万分手费 郭台铭这边不同意 还价到三百万 陈崇美看到这个价格不乐意 于是开始写恐吓信 威胁郭台铭 还在信中说 郭台铭喜欢多人运动 声称郭台铭想勾引他的好友 并在信中附上郭台铭的裸照 说自己不会像以前一样任他摆布 陈崇美威胁郭台铭 如果不信守承诺 将会把这些照片 公布给郭台铭的邻居 员工还有记者媒体 让大众知道他的真面目 郭台铭毫不心思手软 立刻把陈崇美送进警局 状告他威胁勒索 最终陈崇美被判监禁四个月 而当年在判决中出现的证据 也再后来被曝光 信件内容被媒体公示出来 但照片等证据 郭台铭生怕会公开 甚至走法律途径 从自己当年的律师手中 拿回了那些录影带等等 而林淑儒帮郭台铭处理了这件事 据郭台铭的律师说 林淑儒从来没有指责过郭台铭 两人就好像没有嫌隙一样 郭台铭对丑闻也毫不在意 甚至对记者说 哪个男人不逢场作戏 而这起事件发生时 郭台铭创立的富士康集团 正在以蓬勃知识扩张 郭台铭也一天比一天有钱 2000年之后 郭台铭成了台湾省最大名企业拥有者 也成了台湾省数一数二的富豪 为感谢林淑儒的莫莫付出 郭台铭还买下豪宅古宝送给林淑儒 结果林淑儒还没有享受几年郭台铭的成功 在郭台铭成为台湾省首富的第二天 林淑儒就因为癌症去世 这个时间实在有点凑巧 刚当上首富夫人就与世长辞 本来郭台铭还非常伤心 甚至来了一出亲吻王妻墓碑雕像的深情戏码 说在他心中妻子永远是第一 结果一年之后 郭台铭就首签着刘嘉玲现身燕燃天使基金会 在媒体看来实在有点暧昧 然而还一同乘坐郭台铭的私人飞机 看起来在当时关系不简单 本来大家还以为刘嘉玲会抛弃梁朝伟选择郭台铭 结果又过了一年 郭台铭的身边就换成了新人林志玲 两人还在郭台铭公司年会上贴身热物 又一次让八卦媒体轮风而动 认为这是林志玲想要上位的信号 郭台铭本身也毫不回避 曾经公开表示对林志玲有好感 能让刘嘉玲和林志玲两大美女为他争风吃醋 郭台铭这游戏花丛的功力还真不简单 就在大家好奇双灵究竟谁才能真正变成郭太太时 一个叫曾心盈的女人突然杀了出来 那段时间林志玲并没有多少空余的档期 于是就只能找自己的舞蹈师曾心盈帮忙 让他替自己去陪郭台铭练舞 可结果没想到的是 练习期间两人时不时的身体接触 又让郭台铭暴露了大灰狼属性 之后郭台铭就开始对曾心盈展开猛烈的追求 甚至还祭出大招 用百元大钞叠了一束花送给曾心盈 只不过令他意外的是 曾心盈对他却始终是一副纯情小白兔模样 不仅一下课就躲着他走 还对郭台铭送的人民币鲜花舞动于衷 甚至还气嘟嘟的谢绝郭台铭的追求 我是来教你跳舞的 只是这小白兔终究斗不过大灰狼啊 没多久在郭台铭的猛烈追求中 曾心盈就败下了阵脚 开始屈服郭台铭跟他谈起了恋爱 但是跟郭台铭扯上关系的人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两人在一起之后 曾心盈就瞬间成了人们争议的对象 而争议的点 无非就是郭台铭跟曾心盈的年纪相差24岁 属于老少恋 再者还有郭台铭本就是个风流浪子 还曾背叛过帮他登顶首富的发妻林书如 陷害过自己的情人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 能跟郭台铭走在一起的女人 手段也必定不简单 估计多半都是图郭台铭的钱来的 而为此 还有媒体专门跑去围堵曾心盈的父母 把他们困在了家里出不来 后来郭台铭那边才站出来称 自己之所以看上曾心盈 是因为他身上没有钱味 甚至还在婚前拉着曾心盈去做了财产公证 进行财产分割 这骚操作不免让人怀疑图钱的消息 是不是他亲自放出来的 不过之后曾心盈还是依然决然选择了嫁给他 甚至因为婚期原因 他还伤了不少好友的心 那时候外界都在传他俩的婚礼日期 但据说曾心盈却一直挑不到合适的日子 挑到都被逼哭了 最后只能顺着外界的说法 临时提前婚礼 也因此没有及时告知亲朋好友被追着信息轰炸 当然后来婚礼还是办得挺顺利的 08年6月 两人就在台北101举办了一场价值33万新台币的婚礼 也有人说是在军岳酒店办的 不过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结婚当天 郭台铭还在婚礼上做了30个俯卧称 立正自己老当一壤 而婚后事实也证明了他确实还行 结婚6年曾心盈就以平均两年抱一个的速度连胜了三胎 而且最值得一提 她的第一胎还跟郭台铭长女郭小林的儿子同年同月生 实现了郭台铭左手抱孙右手抱女的目标 另外更让人怀疑曾心盈是不是被郭台铭POA了的还有 郭台铭还给曾心盈的第一胎女儿取名郭小如 意在悼念王妻林书如 而对此曾心盈也没有任何意见 当然作为首富太太 曾心盈的好处还是有的 嫁进郭文之后 曾心盈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N个档次 每天除了生娃带娃还能到处旅游 晒各种鲜花跟名贵礼物 混迹阔泰的圈子 跳跳自己喜欢的舞蹈 并且神奇的是 跟他结婚以后 郭台铭居然离奇地收起风流本性 鲜少出现画边新闻 让他稳居豪门阔泰之位 甚至每年还会给他送上小惊喜 虽然结婚前 郭台铭跟他做了财产分割 他无法分到郭台铭的资产 但凭他婚后生了三个娃 估计未来曾心盈也能母凭子贵 成为百亿资产孩子的妈 而且就如今来看 即使遭遇了闺蜜背叛 评论区里安慰他的人也不在少数 难道这还不能说明 他已然是一个人生赢家了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